主席、林部長還有各位類似官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請教林部長 林部長 王委員好 部長你今天到我們委員會 報告這個外交的這個現況 我想對我們這個兩岸的和解 還有這個我們的活力外交 這個活路外交 我想這個成效 我想可以說非常大 非常多 那這個 當然我們也不能以此為致滿 很多 過去這個 也有很多委期 我想部長那邊也有很多委期 像廣大新號剛發生的時候 那個各界的對我們外交部的一個 批評還是不友善的一些言論 我想這個對大部來講也是非常委期 那當然外交的工作不是那麼簡單說 所以我們看部長在打到都非常小心翼翼 這個話不能亂講 這個 那當然到最後的處理也讓我們覺得也滿滿意的 但是剛才陳委員也講好像 後續我們在結束之後 前面 前面好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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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個沒有用力去處理 最後也沒有喝到什麼掌聲 所以我們對部長這邊覺得非常的危險 謝謝 當然我們要做的事情 還牽頭萬息,還蠻多的外交這方面 我想十月份也快到了 光輝的十月,都是外賓來我們有幫外賓來訪問的一個熱機 那目前我們今年國慶到底有多少嚴守級的外賓來訪問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今年我們有總統,也會有總理 比方說柏劉的總統,比方說所羅門的總理,還有議長 其實有相當多的外賓來參加我們今年的國慶慶典活動 這會比去年多嗎?往年多嗎? 應該比去年多 我們現在還在進一步請李賓處在做進一步的整理 我們會有總統 我想這是對我們外交成果的一個展現 這個也要努力在十月份我們接待的工作把它做好 這個我們現在就是說,做外交部當然除了外交國際現實 這個在有很多的困難,險阻 但是我想跟人民潛意關係的也是,很多是需要外交部這邊來配合 來給我們爭取有一些實質的作為 當然最顯著的就是我們釣魚台的日本的一夜協定 這個已經簽訂了,那當然後續還有一些在談 這個菲律賓的部分,當然也是需要這個再加強 因為到現在還是預備會議而已 我們會加強,而且最近明天都會辦理 我想這主要,就是說這個跟我們移民 南北部的移民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在這方面的處理,我們希望還多用心一點 那因為如果有制度化了,很多爭議就可以和平的解決 像釣魚台,過去你這樣我們移民在那邊補儀 當然處處受到一些欺阻,還是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那這個一夜協定之後,我想不僅我們一些作業的海域可以擴大了 那這個發生的事情,像9月19號 因為我們的遺傳狀向日本的遺傳業 這個能夠大家坦承溝通,就沒有什麼和平落幕 那菲律賓那一方面,好像在9月5號那時候 我們也一台恆春那邊的遺傳,把它誤入他們的領海 這個當然是真正是誤入領海的 也沒有說過去他們開槍什麼 因為這一次廣大新的事件,這個能夠散後 將來菲律賓就不能亂動用槍械 這個對我們移民的安全也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那像這樣的一個案子,你真正有問題,你闖入他的海域 最後也是行政罰款 我們這邊協助他們,也是平和落幕 沒有說,因為其實很多案件 就是說我是覺得說國人應該支持外交部的做法 該怎麼做有時候要冷靜去處理,不是要理性去處理 不是說一發生事情,像上次廣大新的這個事件 你到最後家屬他也覺得說外交部確實 但是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好像社會的一些不明就裡 就去好像外交部太軟弱怎麼樣怎麼樣去那 結果疑似無補 最後還不是要我們外交部來收拾,對不對 謝謝委員長,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制度性的協商 對,制度性的協商 針對日本也好,菲律賓也好,這個是我們一個努力的目標 事實上現在都已經有建立一些制度了 像榮委會他們好像漁業署那邊之前也到日本再去後悉一些漁業協定 這個是談什麼,外交部也有跟他們 我們都有參與,因為我們跟日本事實上根據漁業協議 我們會成立一個漁業委員會 就是這個委員會會針對一些後續的議題會來做進一步的恰商 我想最要緊的就是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 我們現在事實上議程都有了,這個議題也都建立 現在最主要就是菲律賓最近一個南部的叛軍 因為問題很嚴重,所以他們這個團現在目前還沒有辦法來 我們相信應該是在最近 因為事實上我們會舉行下一個階段 這個速度要快一點,再加快一點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會會我們會繼續辦 那原來達成協議的部分已經落實執行 這個雙方面已經經過換文,已經正式執行 那在請教部長 我們參加國際組織 按從五年前世界衛生大會 抱歉 然後最近我們參加民航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的會議 我想這都是一大突破 這是聯合國底下的一個組織 所以那 將來當然我們在外交方面 這一方面當然有時候還是要看大陸的一個臉色 我們是希望這個 這個 步伐也沒辦法說怎麼起快 不過在貿易方面 簽署這些貿易協定方面 我想我們 這個 部長也都提到 美國的 TIFA 還是TPP 還是 這個 還有一個 區域前面 經濟夥伴的 RCEP 這些都有在談 我們都會在 我們都會推動 因為剛才委員也特別提到 大陸的因素 兩岸關係和緩之後 當然國際的空間對於我們來說是比較大 另外一番國際的因素還是很重的 我們關心的是 真的是 經濟貿易這方面 這一塊你不加強 實在不行 我們會加強 像一個TPP 人家像日本 當然這都是國際現實 日本他邀請他就 這個年初去談 現在年紀後就有成果了 那我們在既定的目標還要八年 這個何期 我們希望時間到還是要越短越好 路途何期遙遠 對不對 所以我想 這個 但是 好像都沒有提到這個 我們在講 東南亞狗血 東南亞狗血 10加6 現在既有的 東南亞狗血 這6狗是哪個 部長 我瞭解 這個10加6 最主要就是 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 日本韓國 另外就是 紐西蘭澳洲 印度 這個就是 這個 阿西亞 就是這個 RCEP 這個資訊 其實是國家 那將來 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是個別在推動 因為除了紐西蘭之外 但你看我們可能加入嗎 我覺得我們 因為這個可能跟大陸這個影響是比較實際的 對加入 現階段當然不容易 可是我們事實上有一些方式在推動 我們希望跟紐西蘭跟新加坡 比方我們現在跟印度 其實都有在做 跟印度 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在做 另外印度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這個都是東南亞狗血的 另外就是澳洲 不是 我是想說 你這個 這個 部長能不能 像大陸這一方面 我們是不是用這個 EKFA跟那個 福茂協議 這個還有很多的後續談判 EKFA還基礎 這個後續的很多的談判項目 這個是不是跟一個品牌 福茂之後還有後品貿易決定 因為它那個還是有很多後續的 因為那個部分不是在外交部主管的範圍 所以我們是注意整於 EKFA後面這個福茂後續的發展 但我們希望說對於我們整體的方式 你的看法 就是說這個是不是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EKFA這方面 是不是可以當做一個平台 因為多有關聯 因為你要牽涉到中國大陸 要牽涉到這個東協 牽涉到東協 所以 不是要你肯定一點 我們是想說 主要就是說 你說現在我們 像福茂協議 在這邊立完生意 像這樣會不會影響到那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們 東南亞狗血這方面 其他的一些貿易的 我們希望福茂能夠順利 當然我們也希望 這個我們跟紐西蘭簽的這個 經濟合作協定能夠順利 能夠完成這個 這個立法院通過 能夠完成這個相關的 個別的國家 我們東南亞國血裡面 個別的國家 我們跟他簽訂 當然越多 他為我們講話 當然就比較容易進去 現在目前是個別的在進去 對當然那個還是大陸 對 所以你在講說 EKFA跟福茂協議 是不是 是有關聯 當然是 對啊 那是不是 我們在這方面 政府相關部門 對 這個部分 我知道經濟部 還有陸委會 事實上有很多權力 嚴重性應該給民眾 給國人去了解 是 對不對 如果真的是有影響 你這個現在是真的很多工商界的人士 他們很擔心 我們這樣一直孤立下去 你將來人家都簽了 你沒有 你 這一些 這個 他們生意都沒辦法做 尤其像東南亞 東南亞跟我們這個地言 最接近的 市場也那麼大 他們加起來總共 要三分之一的經濟體 世界三分之一的精神 我們跟東南亞的經貿其實一直在成長 其實包括菲律賓在內 菲律賓今年上半年 我們的經貿還在成長 有成長 我們去年跟菲律賓超過111億 對 外交部能夠協助 當然 我們經濟部那邊也協助他們 在這個經貿方面 都拓展更多 更大的一個工商